美國國務院表示 中共必須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 美國區分中共和中國 中共盲捆綁 中國防治逆向升溫 背後有何貓膩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國持續的洪澆災害導致玉米的供應吃緊 路透社7月21號引述消息來源說 中共正在計劃動用稻米和小麥等國家儲備 想面對玉米價格飆升的飼料生產企業提供支援 消息人士表示 中共政府可能在第一批銷售計劃中 出售大約1000萬噸的稻米 來抑制玉米價格持續上漲 報導說 哈爾濱市場的玉米價格7月20號 已經達到2015年9月以來的高點 每噸2110元人民幣比去年上漲23% 按照中共的計劃 首批向飼料生產企業提供的國家儲備稻米 價格為每噸1000元人民幣 遠低於當前的市場價 中國經濟下滑 外企撤離 工廠倒閉 導致大量的工人失業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7月17號20多名打算偷渡到越南打工的中國人 被越南邊防公安抓捕 報導說 這些人是原本在南寧工廠打工的廣西重左人 因當地大批企業倒閉 失去生計 而越南廣南省則是欣欣向榮 他們於是準備前往那裡的日資企業下補電器打工 分析人士說 中國人集體偷渡越南打工謀生十分罕見 由此 也可愧見中國經濟衰退程度之一般 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一名中國女性訪問學者 因為隱瞞自己中共現役軍人的身份 被美國聯邦檢察官起訴 根據加州北區檢察官辦公室7月20號公布的通報 這名學者名叫宋琛 今年38歲 她在上週末被捕 檢察官指控她在2018年填寫簽證申請表時 提供了虛假信息 宋琛在申請表上說 她在2000年至2011年曾在中共軍隊服役 目前受僱於北京西釣魚台醫院 但是聯邦檢察官說 這是謊言 宋琛在2018年來到美國的時候 還是一名中共的現役軍人 她填寫的僱主北京西釣魚台醫院 只是為了掩護身份 所填地址恰好就是中共的空軍總醫院 宋琛被指控涉嫌簽證欺詐罪 如果罪名成立 她將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 以及25萬美元的罰款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讓我們關注這一期的時事禁聞 在法輪功反對中共迫害21週年之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官方聲明說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21年的迫害已經太長太久 必須停止 包括美國議員和美國國務院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在內 紛紛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罪行 2020年7月20號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官方聲明說 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必須停止 美國之音引述了國務院官網的這份聲明 蓬佩奧表示 自從1999年以來 中國共產黨一直試圖根除源自中國的精神修煉、法輪功及其和平的修煉者 以及那些為了他們践行自己的信仰權力而抗爭的人權捍衛者 大量證據顯示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至今仍在繼續壓制和踐踏這一群體 包括酷刑折磨法輪功修煉者 並拘押數以千計的人 被外界認為有親中色彩的《世界日報》 也報導了蓬佩奧的聲明 指出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已經21年 實在太久了 必須終止迫害行動 放棄了對中共的幻想 對中共的本質已經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美國開始直面中共的邪惡 在這個時候 法輪功21年的和平理性反迫害 給了美國很大的歧視 給了美國人很大的觸動 指美國政府在今年遭受了武漢瘟疫 中共病毒重創之後痛定失痛 開始對中共進行了全面的反思和堅決的反擊 7月20號 美國國務院會見數名法輪功學員代表 包括曾在中國大陸遭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張宇華博士 以及他們家人的情況 張宇華的丈夫 原中國電子科技集團 第14研究所雷達工程師馬振宇 因堅持修煉法輪功 目前被關押在江蘇省蘇州監獄遭受酷刑 蓬佩奧的聲明指出 許多證據顯示 北京當局仍在持續壓迫與虐待法輪功團體 他呼籲中共應立即停止迫害法輪功學員 釋放馬振宇等因信仰遭囚禁的人士 並交代失蹤法輪功成員的下落 美國國會加州52選區 民主黨眾議員斯科特·皮特斯也發推文 譴責中共迫害法輪功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也在推文中說 法輪功成員因為信仰遭到騷擾、逮捕、囚禁及殘酷對待 美國與他們團結在一起 法輪功發言人張爾平 感謝國際社會對法輪功的幫助和支持 他表示 中共迫害法輪功 某種意義上也將法輪功推向國際和歷史的舞臺 以性、事實來駁斥中共的謊言 用非暴力的形式對抗中共暴力的方式 在這個漫長的二十幾年裡頭 法輪功學員讓國際社會 訓練到了法輪功的善良 法輪功的真誠以及法輪功的美好 在法輪功學員和平反迫害21週年之際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大使布朗巴克也發布視頻演講 表達他對法輪功的感謝與支持 我們站在你們的法輪功學員 我們感謝您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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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很困難的情況下 神祝您的祝福 我們會繼續站在你 布朗巴克在視頻中表示 他將繼續在國際上提出 中共強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 布朗巴克希望明年不再是迫害的第二十二週年 而是法輪功學員自由的第一年 每個中國人都可以自由地實踐信仰 美國的高層官員近期一再將中共與中國 明確的區分看待 引發了中共的擔憂 中共外交部新的發言人汪文斌 7月20號首次主持例行記者會時 著重反駁將中共與中國區分開來引起關注 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7月18號 對國防部新聞官員表示 美國的首要戰略競爭對手是中國 然後是俄羅斯 他表示 中共希望改寫二戰以來 有效維護世界和平的國際秩序 而且並不珍視美國和盟友所重視的各種自由 埃斯珀說 一個崛起的中國 並不讓美國領導人擔憂 但一個在中共統治下崛起的中國 就讓美國擔憂 川普總統執政後 美國官員逐漸將中共和中國區分開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多次談到這一點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16號在講話中 也將中國與中共清晰區分 並將中共作為批判的主體 川普總統Paul,韓國國民 Captione 證明美國的氣氛 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執行主席陳輝德認為 這是中美關係近期出現的重大發展 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分開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發展 它就是表明美國基本上是要把中國政權 作為一個敵對的意識形態的對手來看待 就像說的戰時機一樣的 也就是說這是冷戰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式的發展 這個發展也引發中共的反應 中共外交部新任發言人汪文斌 在20號首次主持例行記者會 除了一貫的論調 引起注意的是 他著重反駁美國將中共與中國區分看待 聲稱中共領導是所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 其他中共喉舌也極力將共產黨與人民捆綁在一起 最近 針對美國政府考慮禁止中共黨員及其家屬入境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聲稱 這是和中國人作對 西進黨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也聲稱 也幻想把中共從中國人民中間摘出來 陳慧德表示 不僅如此 中共還對中國人民犯下了許多罪惡 1949年至今71年 歷史政治運動包括三年大饑荒 因為中共的政策而餓死了15千萬中國人 文化革命 摧毀中國文化 陳慧德表示 美國對華政策改編後 中共當局非常害怕 這樣會對中國社會造成巨大的離心運動潮流 有些民眾可能會因此與中共保持距離 甚至逐漸脫離中國共產黨 中國房市逆向升溫 背後有何貓膩 目前 中國面臨著大量人口失業 經濟迅速下滑 但是房地產市場卻逆向升溫 房價不斷上漲 投資者趨之若鶴 這樣的經濟怪象是如何形成的呢 背後又有何貓膩 下面就一起來聽聽有關專家的分析 中國房市在2月份因疫情封鎖 而短暫停頓之後 3月份開始升溫 雖然這種房地產熱被業界認為是不可持續的 因為疫情造成上億人失業 而且因美中貿易戰和國際環境的變化 中國經濟正在急速下滑 但是中國大城市的房價還是不斷上漲 投資者趨之若鶴 據大陸媒體報導 今年3月16號 深圳曼科興城線上開盤 推出的4棟288公寓7分鐘全部賣完 銷售額達2.99億 隨後 曼科興城又加推了五棟房源 17號又全部賣掉 據報導 為了獲得深圳一個公寓項目的 搖號選房資格 6月21號 竟然有近9千人 每人交了100萬元的認酬金 總金額將近90億元 歐洲天軍政經智庫研究員 任仲道表示 中共大量發行貨幣 可能是造成房地產熱的一個原因 在媒體不斷渲染樓市誘惑了後 其他城市也緊隨推出積壓的樓盤 江蘇省蘇州市出臺一系列新政助力樓市回暖 除了人才獎勵政策外 蘇州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 發布土地出讓優惠政策等等 3月20號 蘇州享市場推出了1000多套房源 一分鐘內銷售額就達12億 說實際上會上漲 這個土地永遠值錢 地方政府還要去耗賣地 發行債券 我有土地 房間還在上漲 土地還是值錢的 這也就是它發行債券去融資的 一個所謂的信用 銀行呢 也是想要賺錢 開發商也是 三大利益方 地方政府、銀行和開發商 他們共同在謀劃的這些事情 而且不是今年 這個幾十年來都這樣 歐洲天軍政經智庫研究員 人中道說 有的購房者明明知道是開發商 在僱人排隊營造房市活報的氣氛 也會跟風買房 因為他們已經發現了政府不願意讓樓市下跌 不過深圳在領掌全國房價後 7月15號 深圳市住建局等8個部門 又聯合發布了8條調控政策 限制於二手房交易 獲利的只有二手房的這個業主個人 但是新房要是市場很活躍 就是這三大利益方他們去獲利 地方政府他們那三大利益方 怎麼會把這個利益 讓給這個二手房的房主呢 所以呢 它就會把二手房市場給封住 你無論是降量或者降房租 那你無所謂 它只要把新房市場給把控住 在信貸推動下 1到6月份 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增長1.9% 今年第一季度中國家庭槓桿率 達到了57.7%的歷史最高水平 美國《華爾街日報》7月18號引述高盛的研究數據說 2019年中國住宅和開發商庫存總額達到52萬億美元 折算為人民幣364萬億元 是美國住宅市場規模的兩倍 甚至超過了整個美國債券市場 而在今年6月前的12個月裡 大約有1.4萬億美元投入中國樓市 由此產生泡沫 目前已經超過本世紀頭10年美國樓市的泡沫 因為即使在美國房地產熱的頂峰時期 每年也只有大約9000億美元投資於住宅房地產 報導說 中國正在面臨史詩級樓市泡沫難題 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各地民眾維權的情況 7月20號 黑龍江省哈爾濱市的一些出租車司機 抗議出租車公司侵吞他們的標費 也就是經營權使用費 他們手舉標語聚集在公司門外 要求還錢 中共的北戴河會議近期可能召開 當地有市民日前出行乘公共汽車 被長時間盤查 這位市民還披露 北戴河火車站檢查更嚴 無論是坐車還是路過 不管是幹什麼的 只要在那裡露面 就全部抓起來核查 北京宋莊藝術家追魂去年5月 與朋友一起舉辦良心運動在中國藝術巡展 途經南京時被當地警方抓捕 並一直關押至今 7月20號 他的辯護律師發消息說 追魂被控尋釁滋事罪 案件定於8月13號 在南京市玄武區法院開庭 中共對外聲稱北京疫情已經控制住 並下調了防控級別 但是7月17號 中共的中辦、國辦、中紀委等機構的信訪接待室 卻貼出公告說 因北京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接待窗口再次關閉 剛剛到北京的訪民抗議全力任性破壞規矩 同時也質疑可能有不為人知的疫情爆發 在上一集的節目中 我們關注了青海東湖賓館貸款糾紛案 該案的主角之一 青海省前政協委員王瑞勤 堅決不賄賂銀行高層 因此陷入了一場馬拉松式的訴訟案 王瑞勤深感中共體制下民企生存的種種艱辛 以及中共當局的倒行逆施 他依然寫了一篇公開信 發往中共兩會 今年5月21號 中共兩會召開首日 王瑞勤發表至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一封公開信 隸屬中共多年惡行 我覺得我應該站出來說這些話 因為我做民營企業 我特別知道民營企業有多麼的困難 多麼的辛苦 所以呢 而且我也知道現在 就是現在習近平當局 他們這個倒行逆施有多麼的不得人心 就是中國急需根本的改變 公開信表示 近期中共肺炎爆發 中共當局向公眾乃至全世界隱瞞真相 支持病毒肆虐全球 導致無數家庭破碎等 而當局卻不斷推卸責任 對外縱容 無賴外交 四處挑釁 致使中國的國際形象一落千丈 國家信用蕩然無存 累積無數海外華人 公開信還呼籲罷免習近平 這猶如投下了一枚震撼彈 一下子把他們都暴怒吧 然後現在呢 就是一個這封信呢 當時封得很緊 所有的形式 我們以圖片什麼的 都發布到國內 但是現在呢 說全國的政協委員 和人大代表都看到了這封信 所以呢 很惱火 我們專門成立一個專案組 叫616專案組 一部分從經濟上把我們的賬本掛走了 所有的這個企業有20年 然後專門成立一個查我的賬 每一筆每一筆的查 王瑞琴說 中共做的惡超乎正常人想像 不僅追查他本人 還對所有和他有關的企業和人進行清查 我原來想他可能是 對不對 因為他覺得這個事情我反共嘛 反對習近平嘛 所以他可能會很暴怒 他就會查跟我相關的直系的親屬 實際上不是這樣 所有的跟我們相關的 就這麼 就這個企業有20多年了 一筆一筆這樣的查 一個一個人的過 我們有些都很多年跟我沒有聯繫的人 最近也都在那找我 說什麼事啊 說這個在查你 我就感覺到 這個國家 它不能這樣對人民這麼的實事暴政 任何一種為這個國家嘗試做出努力的人 推動民主的人 他都會這麼血腥 我覺得這個國家是沒救的 所以每個人都應該站出來 像我一樣 家人遭到當局威脅 王瑞琴的公司資產也被凍結 為了不牽連家人 他在6月22號發表中英文聲明 表示與大陸所有親屬斷絕關係 王瑞琴是在2018年前往美國暫居 基於近30年經營民企的觀察 2015年他曾轉文民企時痛 民營企業的痛與怕 指出壓在中國民企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包括金融歧視、政府行為不規範和司法不公等 他曾說過 如果有機會讓他重新選擇 他不會選擇在中國經營實體 他說 在中國做民企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中共不僅重複收稅、稅負重 讓企業無以為繼 而且稅收制度很多漏洞 故意讓人鑽空子 目的就是逼良為償 在法律層面 民企的地位與國企、央企 甚至外企相比都是不對等的 社會地位也無法像國企那樣有保障 所有中共部門當民企一定會吃假藥 有一次新上任一個消防隊長 就全部都關了以後 他通知底下 第二天下午上班 結果他的辦公室那樓道裡 都佔滿了各個的各個這種餐廳、KTV、夜總會 過道裡頭佔滿了人去加著錢、加著煙等著還等他 然後後來我們的桑那也說 說今天你不知道 這個新隊長上任發威 全關了以後西區的全關了 然後這個早上一上班 過道裡全是 然後打遍了電話 都在問誰認識這個新隊長 這個新隊長是從哪來的 找關係去疏通 我就覺得像這樣的事情很多 像這樣 那你錢一給 好 他就開了 你說你的消防措施跟上了嗎 他就是這樣 就是紮錢一遍一遍 一插一插 換一個人就是這樣 王瑞琪說 中國民企業主50%以上的精力 都用在和各種政府部門打交道、疏通關係 真正用在管理企業的時間不多 民營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業 和那些夫妻便手之足創立的小店 特別值得關注和同情 中共有關部門隨時找一個理由 就可以輕易的把店給封了 要想解封得花上很多錢 中國大陸的民眾在出國後接觸到自由的信息 他們表示 瞭解到中共的真實面目後悔入黨 現在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王貢說 我是來自北京中央軍委總部機關 有著30多年黨齡的老黨員 我當了近10年的兵 轉業後一直在軍委總部機關事業單位工作 每天面對著中共及黨衛軍系統的腐敗 及對老百姓的欺壓 深惡痛絕 倍感痛苦 所以隨我太太和孩子移民海外 到了國外 由於新聞的自由 瞭解了更多的資訊 尤其是看了大紀元九名共產黨 更瞭解了共產黨的邪惡本質 所以我聲明退出共產黨 消滅共產黨 天滅共產黨 孫政說 我是五年前 因工作的關係來到美國 但經歷了這次疫情 突然發現 原來這麼多年自己所認識的共產黨 真實的面目並非向他們一貫所宣揚的是人民的政黨 而是少數核心紅色家族的政黨 他們綁架了14億中國人 他們為了自己的私利 棄本國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生命於不顧 讓數十萬無辜百姓喪命 對此 我是非常震驚 瞭解了真相以後 我真的是非常後悔當初加入共產黨 今天 我藉著這個平臺鄭重聲明 本人退出中國共產黨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時間 再會